小朋友小小的和大的孩子 是握比方式不一样 那大肌肉的发展也是一样 我们到了要揭晓这个趣味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游戏的答案的时候了 我越是听上去很奇怪的 有可能就是真的哦 其实这样的题目是对的 你们可以想象吗 线上的朋友星期四晚上好 我是会师欢迎你收看 我要更聪明这系列节目的直播节目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集了 所以呢心里面有一点不舍得 可是在线上观看节目的爸爸妈妈 如果你们家里呢 有叛逆不羁的孩子 有常常不听话的孩子呢 赶快跟着我们这个节目 今天晚上呢将会有专家呢 教你四个招数 让你呢跟他们的沟通呢 是顺顺利利的 那当然今天晚上跟会师一起主持的 还有我的好搭档Sugi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Sugi潘世敬 那当然要是大家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有一些想讲的 有一些问题想问的话呢 请到我们的 Mplay Asia Facebook Live 或者是下载我们的 Mplay Asia App 在App上面呢留言发问 今天在现场我要欢迎我们的专家团 我看看我们的角色 线上看节目的朋友呢 就会觉得现在的孩子 怎么越来越不听话 好像跟他们的沟通呢 都会有问题 那线上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那么孩子其实呢 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有叛逆期的 叛逆期是分为三个阶段 两岁到四岁的孩子 是宝宝叛逆期 另外七岁到九岁呢 就是儿童叛逆期 之后就是十二岁 十三岁到十八岁 就是青春叛逆期了 那这个孩子的脾气 还有他们的性格呢 其实是会出现 很大幅度的这个转变 变得很难沟通 等等问题就出现了 常常哦 尤其是宝宝们 他们会说 我不要冲凉 我不要吃饭 我不要睡觉 俊阳 你的宝贝女儿 是在我们这里面 最小的 今年五岁对不对 现在就是一直在 每天面对这个问题 我不要冲凉 我不要吃饭 我不要拖鞋 我就是不要 我不要喝水 我现在每天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 其实我都先不回答 我其实当下我是想说 OK 为什么你不要 你如果就这样呢 然后以后你跟我要什么呢 我应该就很难去配合你了 我就这样跟他讲 他明白吗 我是觉得我讲到第十四 他应该是明白的 第一次可能没有了 讲到第十四不可能不明白吧 舒青呢 你呢 可能印象最深刻是大的 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当妈妈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当他还没有两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也知道说 那是有问题吗 对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 我一个女朋友跟我讲 当你到了那个时候 你会忍无可忍 你会很想威胁她的 如果你不要做这些 我会打你 或我会打你 或我会做什么 所以我的女朋友跟我讲 当你已经开始威胁的时候 第一次 you must make sure你要实行 这样你有没有这样做 那个时候我就问我女朋友 我说可以打她吗 她想说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第一次威胁她 然后你没有实行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小时候你会觉得她很可爱 你会觉得说 OK 我就放任她 可是当她慢慢大的时候 她变得不可爱的时候 你就会对她很生气 所以那个时候 当她第一次 弄到我很生气的时候 说好像是因为吃东西 是怎么样的 她就是不要吃了 就把东西乱扔啊 I'll beat you 然后我讲了出口 说不回来我 因为我记得我女朋友跟我讲 你威胁了你就要 哇 我跟我讲怎么办 我孩子这样小 我真的要打她吗 没办法 我就是手伸出来 打 她就哭 哭 Now 然后当然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可是我都会 我都会打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当然不是痛打 对 就是她会感觉到痛 接下来的四岁五岁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会打到一会儿 我会打到一会儿 她就会有一个 附近三二一 她就会差不多 就会听话了 我觉得也不错耶 你真的是很好 没有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两岁到四岁的孩子 其实他们是一张白纸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也可能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身为父母的 我们要引导她 现场有两位小朋友 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 是的 两位小朋友 问题出来了 在家里面你们有没有过 就是说我不要 然后你们就说我不要 我不要吃饭 我不要吃菜什么的 有没有 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这么喜欢吃菜 反正我妈妈每次叫我吃菜的时候 我心里会想我不要吃 可是如果我说我不要吃 我妈妈就会拿出腾条 然后会打我 所以我就吃 潜意呢 勇 勇 你那么得意干嘛 勇 勇 我五岁的时候 我爸妈叫我吃蘑菇 可是我就不喜欢那个味道 第一次闻我就 哎呀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然后爸妈说你不吃就不吃喔 我也不管 要是你爸爸跟你说 要是吃蘑菇的话 可以换衣服 叹叹叹叹咚叹叹 你觉得爸爸要是这样的反应 这样的回答你 你觉得怎么样 我用一口给它 吞下去 所以这也想 也可以说 就是在家里面的家长朋友们 到底是怎样来反应 小朋友说我不要的呢 在这里我们可能要问一下 我们的专家团 怎么来处理这种 小小的小叛逆呢 当孩子说他不要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时间你要分析 他为什么说这个不要 他不要脱鞋 有可能是因为他没玩够 当然刚才两个小朋友分享的 就是他很真实的不要 我不喜欢吃 我从来没吃过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这也是一种不要 那还有的孩子 他可能是因为 他想跟你有权利之争 他想说 其实不是你做主 是我做主 那还有的孩子是说 我想要爸爸妈妈关注我 我透过这种热麻烦 然后爸爸妈妈才能 给我更多的关注 当然还有一种孩子 这种比较少 他们是说 我就是不行了 我自暴自弃 反正我就是不行 我不要做 我不可以的 当然这种比较少 就是自信非常低的孩子 那当你知道孩子 他背后的这个原因之后呢 有没有爸爸妈妈 就会觉得自己 其实可做的事情 就不太一样了 不是只有藤条这一件事了 当孩子不要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 这也是沟通的一个要点嘛 我们先要站在他的视角 去看一看 如果我们不能直接看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问他 透过发同理心 慢慢地让他 把他的心里话说出来 来了解背后的原因 换位思考一下 那想问问李莲呢 有什么建议 刚才其实我们嘉宾们 和我们小朋友们聊的时候 正好体现出 我们家长平时的两种态度 一种是比较严厉的 可能会带有一些打压 惩罚呀 让小朋友就乖乖听话了 然后另一种呢 就是觉得爸爸妈妈 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招 那就说那随你吧 你不吃就不吃吧 这个蛮有代表性的 正好是两种态度 那我挺赞同言辞说的 就是可能我们 还有中间的方法 那对于年龄 比较小的小朋友呢 我们可能可以把那个方法 设计得更有趣一点点 比如说他不愿意去冲凉 我们就说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玩一个 比比谁更香的游戏啊 就类的 我这一天我要冲几次啊 很累呢 如果两个三个四个小朋友 不知道什么一天冲八次 让他感觉一下当香喷喷的小公主的感觉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可以跟小朋友试着玩一玩 缩小一下他的选择权 比如说你现在不想吃 那你想要五分钟之后吃呢 还是要十分钟之后吃呢 然后小的小朋友就觉得挺有趣 那就在两个当中选择了一个 而且他觉得是他自己选择出来的决定 那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我们比较苦恼的是 小朋友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一些活动 要做的事情 我们让潜意来试一试 我们仍然是玩这个卡牌的游戏哦 这里有四件事情 比如说放学之后 你自己做一个安排 你想先做哪件事 先吃饭 再冲凉 然后冲凉 然后阅读 然后才玩 最后才来玩 对 好乖哦 一般的小孩子会把玩放在前面 之所以以前这样排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因为如果你只是跟他说写作业写作业 他自然会有个反抗的情绪 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想玩不上写作业 可是刚才你觉得是在游戏 潜意觉得自己是在 可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冷静的自我梳理的一个过程 他反而能够排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顺序 你连刚才说的那个纸牌呢 是给年龄比较小的宝宝 那另外那个顺序的方法 应该是可以给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对 就比较适合低年级的学龄的孩子了 所以这样来说呢 对于两岁到五岁的 娃儿或者是宝宝们来说呢 我们先要有同理心 然后另外呢 你可以用这个游戏的方式 来转移他们的视线啦 或者转移他们的叛逆 要他们从不要到要 当孩子挑战我们的时候 我们马上玻璃心碎一地 对幼儿来说 同理心的力量非常强大 闹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周遭已经有很多人在看了 那怎么样让他的群续平复呢 对不对 我太想起 我太太她就是这样 太太了 太太了